今次打風聽說是比山竹厲害 打算記錄一下 樓下的浪已經蓋上來了 有說過今天有機會上9號風球10號風球 浪剛才彈了上去 而我們的小狗呢 出發 打風 不管那麼多了是不是 睡覺最重要 我在天台拿了節瓜下來 因為很難得 它在節瓜 很怕它會脆弱 所以拿了它下來 其他都搬好了 上面天台我們清空了 但是這個我怕它在樓梯會很焗 它很可愛 有個小小的有毛的節瓜 所以就帶了它進來吹冷氣 然後呢 然後呢 在哪兒 你要做的 要吃的話 啊 不是嗎 現在準備煮午餐叫鄰居過來吃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 我就買了他的菜 打算做意粉很簡單 蘑菇 煙三文魚 番茄 蜆肉 打風 沒什麼吃的了 是不是聽起來很厲害 別傻了 我只是用意粉醬 這個很美味 適合你這個份量 我只想要介意我們吃一點 然後一會再吃泡沫 太棒了 開餐 我們還有飯後甜品 對 打風 有泡芙吃 你又要把年輕人放進去 你有儀式感 有一個是Oreal的曲奇味 有一個是朱古力的脆皮味 很適合你 完全是你的適合 這些小朋友最適合的字 那你呢 你吃什麼? 出發 你可不可以很帥? 我看見你的肚子 我看見你的肚子 我神經病 你看見你的肚子 你很瘋狂 你很難了 你很大聲 哈哈哈哈哈哈哈 吃飯 打風小狗 你是不是很悶呢? 現在是6時半左右 不算是很大風 你看見樹有點搖 但水位就退回見到沙灘了 今天我的火鍋湯底 是有麻辣臭豆腐 午間腸王 還有麻辣鴨血 這個是我自己醃的鹹蛋 我用了鹽和威士忌 我打算因為麻辣湯底 菜放進去沒那麼好 不如做個金銀蛋的白菜仔 有自己醃的鹹蛋 看不到裡面 裡面有很多材料 然後就是菜 很簡單 我們有牛肉 因為鍋裡已經有豆腐、鴨血和大腸 所以兩碟牛肉 再加上菜 有什麼不夠就加烏冬 這是我們的打風晚餐 這碟煮好的牛肉 是誰的 為什麼你有點笑容 真的嗎 但我聽不到那些風聲 在裡面 謝謝 這個是追風即金山 現在是十步風球的情況 暫時好像還可以 是會聽到比較大的風聲 然後雨都大了 有時候會彈一點點進來 但是因為我們還有一扇門 你看到這裡 所以我們關門 都不是太大影響 不會聽到很厲害的風聲 所以我們聽到雨聲 晚上11點左右 風來了 有點害怕 我們關門都聽到那些風聲 但是呢 就沒有震的 那些窗子 會封閃的聲音 現在我們在房間都聽到風聲 比起剛才的風平浪靜 是厲害了很多 現在第二天已經是下到八號風球 好誇張啊 應該很想而知 昨晚是超厲害 但是太黑了 我拍不到 也不敢出露台 現在樓下的沙灘是完全沒有了 然後你看到那些浪呢 是湧了上去 下面一樓 那個露台 不知道可不可以錄到這些聲音呢 是全晚的冷氣機 一直都在 咕嚕咕嚕咕嚕的 但是它又沒有漏水的 我猜應該是天台那部機 然後一路 下面那邊滴水 我不肯定 你報告一下 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可以嗎? 我有事都不知道 在地上 其實它也很乖 它是在板的附近 因為它不能外出 所以有少少的發脾氣 有沒有出露台那裡去廁所 就又上了板再下去 所以現在 金先生很努力做他的住家好男人 所以為什麼初拍會是 在床上那麼安靜 他不是害怕 他是知道自己 做了不應該做的事情 現在假裝死狗 一路都不肯離開床 一路都不肯離開床 還是這麼大風 都不出去吃早餐 把雪櫃清掉了 我們就煮了牛扒 煮了牛角包鍋 然後叫鄰居過來一起吃 這樣就渡過了這個8號10號風球 當海面慢慢變回平靜之後 我們不如看看屋裡的情況 小狗也是變回很平靜的 Hello 怎樣?醒了沒有?又睡覺? 當然不止它 金先生 也是變回平靜的 雖然我們這次在家是很安全 但沒什麼事都不要再打風了 因為很多流浪的小動物在外面 都是很危險的 我們這次的小刀商務vlog 就到這裡了 Bye Bye